再来讲解无线电手机的防水皮套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救难人员或者是救生员 他本身长期就会在水边海边 那甚至会有碰到水的高风险的问题 所以他的机器呢 本身可能都选择有防水功能的 可是胶条会老化 我们也没办法确保机器到底什么时候会故障 防水功能会失效 所以说呢 有些人就是在牵购这种叫做防水皮套 这个也都是通用型的 那他也有大有小 这款是属于比较中型的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个卡环 我们可以转开 可以转开 可以把机器这样子 带子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机器整个只给拢进去 缺了一下 啊背甲可能要卸下来会比较轻松啦 我今天只是稍微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下 OK 那整只进去之后呢 那稍微把空气 不用把它挤太多 稍微挤一下 那这边 带子的部分呢 把它 合好 OK 夹住 然后再把它扣上 OK 这样子就好了 那本身呢 装进去之后呢 在操作上就会比较复杂 比较不方便啦 因为 毕竟他带子会有一点那个阻碍 可是你在讲话声音什么 开启 关闭 讲话声音发射这些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他就会提高 提供更强大的防水功能 好 就可以带他去游泳 没有什么问题 好 可是啊 带子也是会老化 因为 那个带子的密封啊 你长期使用 你也要充电嘛 你每天可能需要再把它拆出来 你每天要拆出来充电 这个都是一定要做的步骤啦 这个跑不掉 所以说带子也是会老化的 所以说在使用前呢 都要特别的去注意 小心说他的带子的状况 目前的防水亲密性够不够 这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他有一点就是说 这种防水皮道本身价格也都不便宜 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很特殊的需求 一般也是不建议客人去购买这种款式 因为他本身带子的价格也不便宜啦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说 有些客人说 我就是很简单的 我只是登山 登山的使用 我担心说 我可能会下小雨 或者说我是工作指挥交通干嘛的 我可能今天会下雨 我会建议使用这种叫做夹链袋 你就把它打开 夹链袋一包很便宜 那我现在示范这个是8号袋 他还有9号跟10号更大的 我先OK 这个你去买一包 几十块而已 里面有十几个 先套进去 当然他的这个材质比较差 没有办法耐磨 当然防水系数上 也没有他这么强 这么好 可是 好处是这个很便宜 操作 发射声音也都跟这个一样 那 可是使用夹链袋的好处 就是说 我今天大雨 我可以再套 再反套一个 套两层 好 我套三层可不可以 那 今天我回家 我就整个袋子换掉了 我就不用担心说 袋子会不会有破损的 我可能去磨到 会不会漏水 这个这个问题 因为袋子不便宜 这个袋子也不便宜 那这个算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替代方式 雨大一点点 我套两层 套三层 回家我就换掉 换新的 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替代方式 给大家参考 不过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救难人员 救生人员 你要下水游泳的 还是要使用这种 比较专业的款式 会比较适合 好 不过他价位上 就真的比较高一些些了 以上就是 无线电手机的防水袋的介绍 谢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接收到 我们最新的影片哦